你确定是这个位置吗 我怎么感觉这么怪啊 为什么我一个魔法师要在这里挖洞啊 我们下一个要找的可是大地符文 大地符文当然是在地底啊 那要挖到什么时候啊 你要知道我们魔法师最弱的地方就是体能了 我估摸着大概再挖个50层 应该就差不多了 50层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就是51层 你要我挖到鸡岩嘛 别激动嘛 大地符文嘛 你觉得什么方块蕴含的土星魔力最多呢 当然是鸡岩啦 所以我们肯定要挖到最底层呢 好累啊 我不行啦 我歇会儿 告知给你你来继续挖 你们墨影族应该体力还行吧 行吧行吧 就当我在发扬绅士风度吧 你在这里挖着吧 那边有个小矿洞 我过去丑一眼 行 遇到危险的话记得回来叫我 咱们现在可是随时随地有可能遇到黑暗意志呢 我倒是很想遇到他 这样就可以把他给狠狠地揍一遍 别吹了 活着不好嘛 烦人 不懂我的力量 告辞 布子 你说乌阳王会跑哪里去啊 我哪知道 之前都是墨影兽跟着他的吧 说是去找分身去了 那很有可能他又去找分身了 管他呢 我现在只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 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吗 那就接受我的考验吧 倒个拉斯 不对 黑暗意志 哎 我好歹也是有思想的好 能不能不要总是叫我黑暗意志 你们还是喊我的大名乌鸡哥吧 好的黑暗意志 明白了黑暗意志 你 算了算了随便你们怎么教 我这次过来可是特地来帮你们加固一下牢笼的 怎么样住的还满意吗 快帮我们放出去 有种就跟我们公平对决啊 帮我们关起来算什么本事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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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并不是怕打不过你们 只是感觉既然抓住了 那自然要好好玩玩吧 要知道如果你抓住了一只毛毛虫 你会是直接踩死呢 还是先玩一玩它 但是直接踩死啊毛毛虫那么恶心 我不是说真的毛毛虫 我只是在打个比喻 你居然把我们比作毛毛虫 好恶心啊 你俩的脑子里到底是什么构造 脑回路怎么这么惊奇 算了 我就不争取你们的同意了 来吧 接受本大人的考验吧 希望 你们都会让我失望 这个矿洞居然这么烧 感觉好像直接到地底了 我得赶紧回去叫毛虫受过来 省得我们还得硬挖到地底 啊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矿洞里怎么会有箱子 嗯 这不是老头的法杖吗 怎么会在这 难不成老头掉进这个坑里了 不应该啊 它会飞啊 算了 还是先去叫小黑了 老头的事不用我来操心 好